洋蔥跟甜椒,然後先炒過,讓那個甜味出來,然後把它就是混在一起,然後再用半煎半炸這樣子,然後我調了一個那個優格小黃瓜醬,這樣吃起來比較綠油炸醬比較輕小調,有點流程的味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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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那個,也是接到一個任務,那這個東西呢,比較少人在做 然後,我發現他,我給他另外一個名稱,叫做水果山藥,因為他單吃的時候,直接切開來以後,直接吃的時候,他會有水果味道 然後他的脆爽的味道,前面的那個口感是脆爽,後面呢,是變得軟弱,所以他很特別,很特別,他只要清湯就可以了,他不用煮的太熟,煮的太熟,他就找不到了 所以說呢,那這個,這個是只有用簡單的鹽烤,刷一點奶油,直接把它給撐,我們就把它切成形 切成形,這是山藥,我沒有裹什麼麵皮,通通都沒有,直接就用鹽烤的方式,進到烤箱裡面去烤,烤完了以後呢,再灑海鹽 等一下你可以吃,你吃吃看,他會變得像糕點一樣,像糕點,像綠豆碰,但是我從來沒有給它磨破,也沒有破成形,就是把它給切成塊 切成塊,然後成形,就這麼烤,這就是奶油鹽烤的方式 然後再來後面,這個也是稍微把它清燙過了以後,第二道呢,就是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這個呢,也很簡單 在山藥的料理裡面,有一個叫做桂花山藥,那我就直接把那個用桂花山藥的方式,帶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讓你嚐嚐看它的原味,它本身就有的甜味就很夠,但是因為甜的關係,我是後面再追加它的甜味 所以說,就是用蜂蜜桂花醬,直接淋上去就可以了,然後呢,這個 這就是你了 它的質感很適合做成抹醬,所以說我和堅果做結殼,然後不給它新的味道,還有一個比較綿密的口感,做成抹醬 所以說在餅乾啦,那個漢堡啦,抹醬類的以後,它可以當作餡料來用 所以它的延伸性其實也很夠,所以它雖然不是很料化的東西,但是我們把這個味道做到更精巧 然後呢,再來這個,我把它做成酸的,把它切成濕了以後,把它漂過水,再來把它做成凍 把它變成是甜點類的方式,然後來呈現 那裡面的話就是一些果乾而已,就那麼簡單 那也可以做其他更豐富的變化,就是第五道 現在看小朋友在做親子互動的那個部分呢,就是一個山藥餅 我們把它做成和糯米粉稍微做結合以後,倒成泥和糯米粉結合 加點糖,然後煎一煎,它就很甜了,很好吃 那今天總共呈現了六道 好厲害喔 然後就一些香料、色素 可是我們這個是完全沒有 就天然就是赤薯跟奶粉 奶粉還有一點糖就呈現出來了 其實赤薯也是用赤薯做的 那大家請享用 所以它是從最基本的生長跟我們這個環境 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現在慢慢要怎樣來跟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的整個習慣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未來可以發展的 很好的在地的產業跟客人 這個還有果凍